部分的我們主要是要了解所謂的變數 跟資料形態還有運算值 那首先第一個呢有關那個變數跟資料形態 我們會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他的命名跟宣告 還有Java的資料形態 Java的運算式 另外就是資料的形態要轉換 不一樣的資料怎麼樣做 資料形態怎麼樣做轉換 這部分也很重要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地方所謂的變數我想任何程式員都有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這個一個 可以當成類似像一個盒子 那這個其實理論上就類似在我們記憶體空間 我們開一個空間暫時存放我們要放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也有可能是 什麼呢有可能是數字 數字裡面又有分成什麼 有沒有小數點 有小數點的你就只能放在有小數點的那個資料形態裡面 你不能放在整數裡面 否則他整數就就會 會放不進去或者是說他會把你的這個 小數點給去掉 像這個是小數點這個是整數 所以你宣告的時候你就宣 要宣告為不一樣 那這地方的話呢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資料形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所謂一般比較多的像什麼 數值 字元 字串 等長數值 等長數值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100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宣告 假設我要放在變數裡面的話 那我就必須宣告一個整數給他 那這個是 伏點 就是有小數點 那這個是字串 我必須用不一樣的資料形態呢 來放不一樣的資料 這個觀念要有 OK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變數的宣告 裡面有一些 呃 這個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有關那個 這個流程控制的部分 那其他還有所謂的保留字 這個保留字就是說呢 你 城市裡面用到 你宣告的變數名稱 你就不能跟他用一樣的 否則會有衝突的問題 那命名規則的話特別注意 這保留字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保留字在三支 三頁的下方 我們就會有一些保留字這個保留字就將來你在命名的時候呢你就不能用用這些保留字 或者叫關鍵字 這些呢就會產生衝突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那個命名的 規則部分 這個規則部分的話 你的只能用哪一些呢 只能用英文字母你的變數名稱只能英文字母 或者是什麼底線 或者是錢的符號開頭 然後呢不限長度的unicode 其實就是一般unicode 所謂unicode的話 基本上 unicode如果用中文的話其實也是unicode 但是一般你在 宣告變數的話 很少人用中文的 為什麼因為如果用中文的話 很難保說 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呢 都一定會用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特別注意 大小寫也是會有區別的 所以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名稱的最大長度為255個字 不過我還沒看過有人用這麼長 頂多就是 幾個字而已 另外呢 Java裡面的是區分什麼英文字母的大小寫 這個跟像 VB裡面就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很多 之前寫VB的突然來寫 Java就會產生問題 因為以前習慣反正大小寫字都會把你轉成 一樣的 可是在Java裡面 他會視為兩個不一樣的 這個變數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那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範圍 同一個範圍裡面呢 必須是我唯一的啦 同一個範圍你不能 那個名稱 取 取太多個 這個 這個你宣告只要宣告一個就好 你不能 同一個名稱你宣告好幾個 那他當然也會視為一個 OK 這個地方是命名的規則 命名規則 那詳細部分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在 我們的書本上面的這個三支 三支四頁的部分 三支四頁部分 OK那其他的話 慣用的用法類似像這邊 比如說我們常數的 用法 還有另外的變數的用法 取一個名稱 那宣告的部分要宣告在哪裡 還有一些相關的屬性我們直接用範例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 來看一下 宣告的方法 好我們直接看這個範例好了 直接各位翻到那個 在三支六頁這裡 三支六頁的下方會有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就是一個class class名稱的話就 CH 三支二支二 那一樣會有個man 裡面的話呢 我們會宣告什麼 因為我要顯示出來的一個 結果就是 顯示出 一個叫 然後 這個 GPA 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名稱 他的是 GPA後面 加上一個 B 那成績的話呢 我就輸入95 如果說我今天要 完成像這樣一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 這地方直接來看範例好了 就是 一樣的方法請各位 再來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名稱我想跟類別名稱一樣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呢 就是CH CH 3 記得底線 三支二 支二 OK 然後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直接按完成 再來的話 一樣在這個地方 Source 底下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 類別 類別 類別名稱呢 直接就跟上面是一樣的CH3底線二支 OK 然後呢 記得這邊一樣要打勾 我們按個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請各位 先在這邊 試著 把那個第3支6的這個程式碼先輸入上去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裡面到底 他 變數的宣告使用方法 OK的話我們把這個程式 先輸入上去 那特別注意 在輸入過程當中 我想各位慢慢要體會 這個前面 這個就是他的所謂的資料 資料形態 資料形態如果說呢 你要宣告一個變數名稱叫什麼 GRAND 他 就是一個什麼 整數 那也說將來如果我要在裡面放資料的話也只能放整數 所以我在後面給他預設 這預設只有95 也就在初始化的時候直接就把95塞到裡面去 可是你想說如果我老師我今天呢我希望給他小數點的話怎麼辦如果今天有95.5好了 如果你今天有沒有放點5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他發現什麼紅色的這個虛線毛毛蟲跑出來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講說 嗯 前面你是整數可是你卻放一個 有小數點的浮點的東西 不可以喔 他告訴你 那要怎麼處置呢 也可以非常的有智慧 他教你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怎麼樣呢 強制 轉型 自什麼印著中 就是後面強制把 無論如何 還是要丟過去 可是丟過去呢 我不保證你丟過去的資料一定是正確的 我會幫你強制轉 那怎麼轉呢 就是把小數點砍掉就對了 就強制轉型 這種做法比較冒險 另外就是怎麼樣 第二種就是 輕吧 Gran的類型 改為Double 就好了 兩個方法 你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加一個什麼 強制轉型 那什麼叫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在Jama裡面用的非常 普遍 如果你很有自信 沒關係 你就幫我轉沒關係 轉過去 錯了我自己負責 那就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就是小刮 刮起來 反正後面東西 雖然不能丟過去 可是我一 強制轉型之後呢 他就變整數 那整數他就直接 把後面的小數點 咔掉了 所以呢 95.5 傳到前面去 就變成什麼 95而已 無論如何 就無條件 捨去小數點的意思 那這個方法如果你覺得 不行 那你就把它 delete掉 再試一下 移到這個地方來之後的話 將什麼 grand 改為Double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製作怎麼樣呢 幫你把int 改為Double 那就OK了 一定就會有小數點 所以其實 如果你就數值部分 假設你今天 寫chama初學子 你也可以不用記那麼多 因為 整數有一堆整數的形態 然後伏點又有兩個伏點形態 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 你就記兩個 整數就印 伏點就用Double 就先記這兩個 這最重要的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我們就這個地方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chr 這個chr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 字緣的意思 那當然你這個chr的部分呢 你可以 先宣告 再賦予什麼呢 預設值 或者你要怎麼樣呢 把它 賦予 這個 你會想說 那老師我不要兩行 我可不可以一行 其實也可以啊 就是 你可以分兩行 也可以分 也可以 打在一行 那我們練習裡面是分的兩行 先宣告 再賦予預設值 跟 宣告馬上賦予預設值 都一樣 可是 我會覺得 就是 放一行 會比較 比較閱讀性比較高了 所以我通常我不會放兩行 不然的話有時候自己 多一行 你都覺得多一行的負擔 程式呢 越寫越簡單越好 OK 然後底下的話 我就print 一個 那我把它先print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print出來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print出來 就會是 GPA B B的話就是 這個是chr 一個字緣 然後成績是95.5 OK那你會講說 老師那為什麼 println 跟println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用拆的也可以拆出來 ln就是一個line 換行符號的意思 也就是你println它就println出去 那ln就是換行的意思 所以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println的兩種方法 所以我們就把 GPA輸出之後有沒有 後面就加一個b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呃這個這個 成績然後加上幾分 那因為是改為double 所以呢會顯示出 那個95.5 OK 那另外 這個地方還有其他像 你甚至可以在自己加上 這個一個 基本形別 比如說有所謂的booling booling的話是那個 booling值 那比如說是否 及格啦 你可以再多一個 是否及格 那是否及格 裡面有booling booling就是true或false 及格就是true 不及格就是false 那這部分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 講解一下 那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我們的這個宣告行別裡面的這些相關說明 好不好 好